我喜欢随心的走动 自家一个半点路程很美 我要去梅河口 贴近自然是我最喜欢的 尤其是在水边 每一处都带着源源不断的巷神里 这里真的可以带上一天一夜 梦里的画面 这里好像就是 发呆 行走 还有被风吹过的发烧 我被大自然尽情地拥抱 梅河简直就是宝藏 支北村 古朴风的村落被唤醒 地地道道的东北文化 也变成了浪漫的模样 这里是景区 也是一代人的记忆 那时平淡便是快乐 这应该是一家之主 而快乐兴许也来自一万 这太香了 外酥里嫩 辣椒更是好吃 四老牙你吃过门 炒个自家散养溜达鸡的土鸡蛋 还要配上主食 粘豆包大饼的 然后煎饼 还有这个八角 太美味了 这家店很低调 已经开了三十年 要不是和当地人闲聊 我可真要错过了 这次出差的任务是踩点 所以不用绞尽脑汁 想出镜的效果了 漫无目的的逛 可能就是处处惊喜 这次出差的任务是 这次出差的任务是